今天我准备做一个全牛样 这个是牛的腿骨 后腿的腿骨 还能做健身器材 磨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这个是咱们今天主菜 主角是不是 然后这些是我们的一些脏器 里肌肉 纯肉的咱们也有 还真有丰收的那意思了 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牛腿 牛里肌 牛骨 牛肚 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业 奠定了豪横的基调 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 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 在他的食材清单上 还有整鸡 猪磅骨 辣椒 茶青 柚子 柚子叶等等 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 制作一席全牛业呢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主料 主料 牛腿 这一个牛腿得得有一二十斤吧 因为我们这种丰收的感觉 吃的苦拌得蛮很顽强 黄牛精神 对 拿这种黄牛精神来支撑的 老黄牛 对 埋头苦干 是的 有的牛腿要它异味的话 我们想竹签那些怎样的来 它是小孔 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暗暗的使劲 看上去的话 我不明的使劲 对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 在入锅焯水 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 减少牛腿的星山味道 边焯水 蒋大哥边开始处理柚子 他说 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看这红腦的柚子呢 这个肯定甜 鱼生火 牛生蚕 正好加进去就起到了 健胃消逝 一个隐色的酸碱平衡 水分还挺足 味道怎么样 非常的甜 而且我感觉这个 其实在这个肉里边 应该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对 边拔边吃菜是想着 想着还真正正的偷偷吃 是吧 是包出来的肉 比它这个柚子要少得多 茶叶 茶叶 因为我们显得茶叶比较嫩 它有茶叶的清香味 主要是取其清香 江湖葱里面还有硫化物 硫化物是最好取腥味的东西 我怎么感觉我在上化学课 对不对 山杂干 也是健胃消逝 较量花椒 取一真香 味道会更足一点 充分出味 对 咱们只取这个水 底层向上全卷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一容杖 你这雷的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呀 看嘛 看多了就知道 耳容不染就学会了 看多了就知道了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 包成小块后 与茶青一同放入雷波之中 加入山楂干 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 木锤沿着一个方向 反复研磨雷转 借助雷波内壁的纹路 柚子果肉与茶青 被慢慢岩碎 茶青的清香 与柚子的鲜甜 在空气中弥散 一二三七一 直接上万板 好嘞 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进去第二次炸口 又得再炸一次啊 让我们这些腌料就会越到里面 更好的入进来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残留的血水它会往外涌出来 是的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不用吗 对白醋算新的 搅一磨搓一搓 白醋上了一层 现在上我们刚刚擂好的料 磨法茶汁 白醋是酸味比较重的 咱们现在加的这个其实是清香味比较浓 感觉这个味道闻起来都清爽起来了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 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 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 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 绝 牛骨刀敲碎 下到卤锅里面 敲碎它呀 我们这点柴刀砍柴的 砍柴用的 对 我感觉这个刀有点松动了 不好意思 蒋大哥 我现在敲着敲着我们蒋大哥去给我零食 安插一下这个刀去了 敲十点啊蒋大哥 一二三 哇哦 啊你看看 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 瞬间就有成就感了 轻轻的滑到锅底 猪骨头 猪磅骨 老母鸡 金汤 对 一层铺一层 这样的话我们的牛腿的味道更丰富了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 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 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 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在味道调查员看来 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 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牛子皮 它的走织结构的话比起蓬松的话 就把这些浮沫吸收到里面去了 哦 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妙用 对对对 牛子皮 以前就是用它来去肥肠 居肚一类的 去除异味 辣椒散亮炖肠 甩进去 全部甩进去 全部甩 全部甩 是的 咱们家链都得大早做福 还有今天我们有上午的功劳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它有大肥清香味吧 我下手清了 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 看这用料相当好喝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 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 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 可以吸收卤汤中的浮沫 起到清道敷的作用 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 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 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 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 蒋大哥要用辣椒 再次腌制牛腿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 别看它颜色很亮丽 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 辣得很 咱们直接上手吧 现在我们把它硬头充分地拎起来 你得提醒我不能抹眼睛 这肯定是吧 让我一把鼻涕一把泪上 牛气冲天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 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 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 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 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加点蒸饲料 生抽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 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 先用大火煮开 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 牛腿在卤汤中沉浮 茶青 柚子 辣椒 以及牛骨 猪骨 鸡肉等各色食材 在锅中释放出精华 用悉数被牛腿吸收 炖煮三个小时左右 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 除了香辣卤牛腿 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 牛筋锅 呛牛百叶 酱卤金钱肚 小炒黄牛肉 糯米牛血肠等等 不同部位的牛肉 在蒋大哥的手中 一一化为美食 组成了一桌庆祝丰收的 全牛宴 小炮